大家好 我是佳麟提 我今天要玩读的真心是一只肉的鸽子 嘟嘟捡到一只小鸽子 他的手板受了伤 受不动 嘟嘟带着小鸽子去看医生 每天都帮他换药 喂他食物 陪他一起玩 小鸽子的身体 一天比一天好 每天跟在嘟嘟身边 小鸽子温暖或缩肉 他会用力拍摄的 飞到嘟嘟的肩膀上休息 嘟嘟看着 嘟上飞来飞去的鸽子 心理想 如果小鸽子飞得快一点 就可以参加比赛了 说不定还能拿到冠军了 嘟嘟要训练小鸽子跟赛哥 他把小鸽子往上抛 想让他飞得高一点 小鸽子用厉害的拍翅膀 可是因为翅膀受过伤 整脑车也飞不高 多多告诉小鸽子 没有关系 多练习几次就好了 小鸽子 推长到里面飞飞 每天 多多都带着小鸽子用飞 有一次 多多骑着脚踏车 想让他的飞 想让他飞得高一点 小鸽子会令他自白 但是高跟不是多多骑啊骑 多多越骑越快 越骑越快 打大回头 一看 小鸽子不见了 小鸽子 多多急的到处找 他但是 都找不到小鸽子 多多非常地担心小鸽子的安全 小鸽子 越着哭哭的一步 心理下 多多很难过 没有小鸽子陪他说话 陪他起车 开启 多多好想遇小鸽子 第二天早上 咕咕咕 以神魔声音 多多仔细一看 是小鸽子 是小鸽子 追来了 多多倒着小鸽子 走出车 他心得不得了 他只要小鸽子带赛哥 他只要小鸽子带他的好朋友就好了 从此 后 他们过着幸福快乐的日子 谢谢大家 我俩俩俩